看一下我们跟爷爷杂交的 哎呀 算是杂交的 你腿打了 这家伙长得特别慢 然后有一只眼睛没了 看一下 这边没有眼睛 眼睛小时候被那个啥 被黑水机灼了 灼了之后发炎 一直没好 然后眼睛眼球慢慢的乱掉了 那就变成这样 最近这两个星期长得比较快 体重慢慢上来了 也都换毛了 这鸭子之前的感觉活不了 他嘴巴很短 比其他的都多短 你看嘴巴很短 这个 那么复化期复了三十天 可能应该记性缺陷 但目前看还好 这个眼睛是好不了了 他没有眼球之后 他这边是凹陷下去的 一只眼睛也一样了 这张公的牡丹 这张公的牡丹 公的就很漂亮 公的这种 科尔牙圆色的 长大了就跟绿头牙一模一样 都说看 如果他是公的的话 应该就是跟绿头牙一样的 这个体型应该很小 你嘴巴也很短 他的比他仙主出生的 一只白色的鸭子 带你们去看 长大的不是这种颜色 这是来盖色 它是软紫色 鸭鸭 嗯 降温 最近一直在下雨 也不知道打不打他 看一下那个 那个比他大多少 这是 比他先出生一天的 应该没他大 半个十几年 这个是比他先孵好几天 结果 黑雪鸡那么大了 毛已经换完了 又有基因缺陷 长不动 这是一窝的 这个差距 黑雪鸡长真快这东西 比鸭子还大 就是他 来来来一个座 真净就是他做的 差的 那个参集的小鸭 三个一起一样大 黑雪鸡老就一直做他 还做还做 黑雪鸡比他晚就生 现在比他还大 一下雨这里垫成水疼 这玩意 这个家伙很喜欢在水里面 水有点脏 新肤的母鸭子都喜欢跟着他一起 明年应该会这样叫 这个抗 一 都疯了 这个应该是一只超级迷离的 怕什么有意境长大 最近一个多月也还这么小 这个嘴巴真的是最短的 今年出的是为了鸭子里面最短的 可惜只有一个眼睛 我已经不出发了 只能吃鸭子里面最短的